由基隆市文化局舉辦 每年夏天最令人期待的基隆音樂饗宴 2022仲夏月季 從7月1號到10號 每週五到週日下午6點半開始 一共有17組的多元表演團體 帶來了8場的系列演出活動 基隆的夏天非常的具有特殊的風情 所以全國的民眾跟我們的市民 非常期待的基隆種夏月季 即將在7月1號到7月10號 在每個5、6日的週末的傍晚 6點半就會開始在基隆的港邊 那今年特別的不一樣 我們基隆的整個國門廣場 已經全部打開 所以在今年文化局 特別籌辦了這次的活動 邀請到四位經典的大師 包括我們蘇文慶老師 還有這個馬水龍老師 分別帶來國月跟西月的 這個經典的曲目 那另外我們包括我們耳熟能詳的 葉俊玲老師跟這個林錘麗老師 也帶來台語的經典的曲目 包括車站、春夏秋冬等等的 這個經典的曲目 相信非常一定能夠 帶給大家民眾 不一樣的音樂的饗宴 那除此之外 我們除了老幹還有新知 包括每年都邀請到這個獨立樂團 在我們跨年晚會來做 不一樣的這個 跨年的這個曲目 我們今年也在夏天 也特別邀請到17支的這個獨立樂團 然後也會來做演出 我們非常期待 也非常歡迎全國的民眾 周末可以來到基隆 來享受不一樣的基隆的風情 享受這個海風樂曲跟鋼琴 春海風聽音樂 記者黃鈞生基隆報導 謝謝! 謝謝! 太好了